美国商务部23日在其官网发布通知称 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为由 将7家中国相关实体添加到其出口管制清单中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清单显示 这一次遭打压的7家中国实体均为航空航天行业相关单位 2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 美国此举很可能与美国近期通过的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有关 根据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的公告 本次出口管制自8月24日起生效 涉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九研究院771所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中国实体 BIS在声明中说 这些实体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是因为它们的活动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 尤其是这些实体试图获取美国科技产品 以支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美国商务部表示在被列入管制清单后 任何供应商在向这些中国实体提供美国的商品或服务前 都需要申请许可证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 这7家实体中有多家为集成电路研发相关企业 其中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主要从事计算机 半导体集成电路 混合集成电路三大专业的研制开发 批产配套 检测经营 产品覆盖航天 航空 船舶 电子 以及核工业等领域 而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宇航电子 威纳卫星星作集 卫星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研制与生产 服务于航空航天 地理信息 国土资源等多个领域 航天专家黄志诚24日 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国政府此前已对中国的航天科技集团 和航天科工集团有关单位进行过制裁 制裁更偏向于军工领域 但这一次美国商务部将7家中国企业 加入出口管制清单 很可能与美国近期通过的 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有关 这7家实体中有多家主要从事芯片 以及微电子制造 这表明美国对中国芯片的打压 逐步扩大化 6月28日 BIF曾发布文件称 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 将注册地为中国俄罗斯英国等9国的36家公司 列入实体清单 其中5家中国企业被控支持和军事和国防工业基地建设 此外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内的中国军工集团 均被美国财政部列入了非SDN 中国军事综合体企业清单 这意味着美国人不能购买或出售清单中企业任何公开交易的证券 对于美国将7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对我国航天事业带来的影响 黄志诚认为极其有限 他介绍称 中国航天力来走的是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 即便在此之前 美国也没有对中国航天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而是采取了严格封锁的态度 由于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 所以在航天领域 我们的芯片研发制造取得了长组进步 所以这次制裁对中国航天的影响不会很大